現在來講解那個開發板 那左邊閃爍是代表說它發送 那個NQTT的訊號發送中 就是閃爍的代表它發送 那這個是代表說 它另外一邊的接收到的裝置 在傳送回來的 表示是接收到了它訊息 所以這邊是開發板的 然後這邊是那個另外一個板子 這一邊 然後它這邊是接收的 然後這邊是傳送的 它接收完之後 在A口 A口回去加上時間 然後加上它是 後面就是那一段它傳送的 所以它傳送回去 也就是說這邊是接收 這邊是傳送它的次算 所以我們的這一邊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傳送 這邊 這邊是接收訊息 然後這一段是傳送 所以 這邊的話 傳送跟接收 你看所以它會震動 然後另外一邊閃爍 是代表送一次訊號 就是閃爍一次 然後這邊是接收到訊息 就震動一下 好 介紹到此為止 這次 是 谢谢观看